丹年既六月二十四月是关乡帝君胜胆成秋 以关乡帝君为高组的开门真正 然后邀请社区学校到廟屋 在会团乡基盘关乡帝君胜胜章战 政策廟顺利华东 当时办法中做华金和中华家乎中心 跟会团乡各级学校 去因很多信仲到中参加 这会用详卡提案会团乡在地文化 开门真正关乡帝君文祝后的会 先向关乡帝君胜胜 希望奉猎富顺国海南 忠告主席和国民 开门真正到会的设计会团乡 四面核参保有意 这几年来的信仲的努力建设之下 现在已经成为都有最好的三首重点 为了要建设关乡帝君胜胆 开门真正当年落的基盘竟在华东 其中基盘基安落泡华东 就像已经是第八年来基盘 另外 连门真正让特会 近年在都给和华东胜和社区好好 基盘整头标顺利的华东 让信仲用详卡提案华东胜的红透明前 华东当中当时办法中做华金 让华家乎中心和华东胜各地好好 花坛乡是一个灵山的一个宝地 那玄门山更是花坛乡的一个灵山圣地 也就是官圣帝君恩主的所在地 今天办的这个活动是庄头巡礼 最主要是要来宣扬恩主的忠孝结义精神 及广结善缘 那今天的活动呢 最主要也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呢 为了推广玄门山的儿童道德品德教育精神 所以呢 有发动了花坛国中 还有花坛的各个国小的一些社团 来参与玄门山的活动 因为在这暑期期间呢 为了鼓励孩子能够多一个兴趣 多一个专长 然后呢 他在学校所学的舞龙 舞师 还有舞蹈 还有楼道 跆拳道 甚至扯铃等等的这些技艺呢 能够有所地方发挥及发扬 所以呢 也提供了一个平台给这些儿童 来个表现跟表演的一个机会 希望呢 我们的孩子的 除了在学校的功课之外 能够有更好的道德教育 及才艺的发扬发挥 会团 玄门山这儿 孙真 我们非常感谢玄门山这边 邀请我们家府 尤其我们厚副总会长这边 邀请我们家府的行事团来做表演 我们知道玄门山这边当期都帮忙家府 在助学以外还有一些部队来帮忙家府 改善他们的生活 希望说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会都顺利 让家府的应该也这边都保密 让他们未来就是我们开校之后都平平安健康 玄门帝国是中业化身 所有推动的五胞胸得林基礼地形 就像是现在社会所缺乏的 所以幸运很终到会希望套亏外党 来推动关系帝国这种证刺 玄门山一直根据我们关系帝国文族的情形 来在我们会堂这个地方来发展 一直提倡这个品德教育这个活动 所以说因为今天看到我们这个社会 在这个土地一定这样沉沦的状况 一直无需奉献 用到我们关系帝国这个情形 把这个品德教育发扬出去 结合到我们会堂乡所有的政策廟 包括我们地方 我们所谓儿童 就是包括我们国中国少 我们所谓儿童子 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们了解说这个 这个土地伦理的部分来发展 在这里感谢我们贤门山 一直无需的奉献 会堂的贤门山是一个 真重是我们传统 特别是说到我们这个中校理议性 一个单位 那等级以来 跟我们地方 可以说 凭着我们共好共浓的一个这个心理 那不断的把传统的这些文化发扬光大 那在这里感谢我们这个 总会长 分会长 跟我们这个输尊 大家的这个用心 那如何把过去 大家懂得理议连史 过去大家的中校理性 那能够呢 把它实践 这很重要 那他们呢 现在先从国小的这个教育 开始来做提倡 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应该要对父母要孝顺 那应该要对师长要尊重 那透过这样不断的把我们的品格教育 那一步一步的 给他变成正轨 那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的有礼节 更加的懂尊重 那大家呢 能够更加的祥和平安 那今天呢 也是第八届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这个巡山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苏尊 跟我们的这个亭 往来变成呢 打成一片 那利用这个机会 做这个 料金的这个活动 也是赐福给我们的地方 在了老婆家政大廟 顺利华东伊瓜 在新的八月十何 幻想带军圣诞一天 要跟五方道充很深刻意 跟选择参离到K店店店 邀请大家做回来参加 新中华新闻白兵临飞拐 彩虹不得